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位觀眾留言 他說到Simon每一次片尾所放的內容 作為內地人的我都沒看過 每一次看到我都哭了,好感動 記得小時候讀書有很多關於外國主義教育的 所謂洗腦的 但其實很多人都是沒有共鳴的 亦都不會覺得有什麼有沒有外國情懷 一樣都會有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這個想法 但亦都不至於去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因為內地沒有人會講政治關心什麼叫政治 更不知道什麼叫六四 只會關心過好生活 所以不知道國與國之間的爭鬥 更加不知道爭鬥為何物 洗腦的其實都是那些尊老外幼 助人為樂 互相幫助等等的老土思想 漸漸長大了 接觸的外國人多了 雖然很多都是友好的 但亦都有很多以為自己高人一等 或者偶爾在中國卻套出侮辱中國的說話 我不管我們中國是不是真的差外國很多 但我只知道這一個是我的國家 即使我沒有愛的感覺 但至少極力維護國家尊嚴是必須的 我愛國慢慢有感覺 印象中是習主席大力打攤的 發展變快的過程 我仍然不明白什麼叫做民主 只知道外部一直說我們沒有民主 近年隔離台灣不久之後 我只經歷民進黨執政 如果國民黨執政會是怎樣 我就不知道了 隔離台灣之後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這樣叫做民主 我才覺得我在內地生活 除了衣食住行 平靚正夾正之外 和先進很多之外 還充滿自由 在台灣他們會舉例 體現自由的方法 就是他們可以自由地 罵自己的最高領導人 而大陸不可以 我好驚訝他們將仇恨和無理取鬧 和不尊重視為驕傲 雖然的而且確 他們民選出一堆垃圾 又真是不行欠勞 然而他們得個鬧字發洩下 事情並沒有改變和改進 網軍帶過風向 又一次煙燒雲散 很多邏輯九五八八的東西 在台灣時常都有 在大陸我反而沒有怎樣感受到 一次在香港出書 就要公幹 順便在藥房買東西的時候 聊天 店主和店員都是老人家 問我喜歡台灣生活 還是大陸 我說出我的感受 店家居然質疑的眼光 問到 是不是你習慣了大陸 台灣人應該很適應 我說其實很多人都不喜歡 我猜起碼藍營的很多不喜歡 但倫理間不敢說政治立場 都是鬼鬼祟祟那樣 這些還叫自由嗎 其後香港發生的事我覺得不可思議 慢慢發覺真是抄襲台灣模式 然後加更多的暴力和各種亂象 跟著上YouTube看媒體不報的真相 偶爾看到六四的東西 看完之後我真是哭了 更多的是替我們租國不值 受委屈這麼多年以來 連自己的人物都不解 當然包括我自己 我愈來愈愛國 可以清楚知道 這一種是愛 而不是口號 好 以上是觀眾留言的所有內容 首先多謝這位觀眾的留言 相當長篇幅 也都說的事情 由他以前在內地讀書之後 嫁了去台灣 所見到台灣的自稱民主 之後香港所發生的事情等等 我呢就想說兩樣事情 第一點 那位觀眾無意間說起 前半部分 內地是沒有什麼人說政治 和關心什麼叫政治 只會去關心過好自己的生活 甚至乎不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鬥爭 不知道鬥爭為何物 這件事其實是一件好事 我想說的就是 正常的一個國家 一個地區 一個主權地方 絕大部分的人 不會說我一出生 我讀完書 假設那些書是正常 不要像香港這種 教你去公民抗命 就是違法達義 不算這些另類教育之外 正常的教育的人出來 是不會對政治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這件事才是一件好事 然後中國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 政治這件事交給專業做政治的人去做 所以中國走選拔制這個方向 反過來 西方行的是選舉制 即是市民喜歡你就可以了 這個是核心 是不是 而 但是 外國舉美國做例子 他們選總統 是不是 他們市民有自己的一票 但是原來他們長年以來 美國選總統出來投票的人 簡稱投票率 其實都是維持在五十幾 即是說這個國家是 近有一半人是不會理你 這個已經反映了 連他自己這麼龐大的國家 都不去理這些政治 對不對 有什麼地方是 整個城市都要跟你說政治 法國 近期 法國 台灣 香港 這些叫什麼呢 泛政治化 整個社會 你會發現 有立場 沒有對錯 然後 有立場之後 就要求 說我人多人少 不要說人多人少 我人多我要怎樣怎樣做 不需要你的事件 對與錯 你會發現 香港 都出現這些事情 法國 為什麼出現這些事情 大家想想 法國 很明顯想做歐盟大佬 那麼 被人拿來做什麼呢 就被人 全世界能夠威脅美國的 要是歐盟 要是中國 美國 美國怎樣對中國 不需要我講解 美國會怎樣對待歐盟 大家想想 所以 法國 都是一樣被 犯政治化的 那些黃背心運動 香港都是出現這種事情 絕對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會發現 這種 泛政治化的地方 它的社會 是全面進入倒退 倒退狀態 倒退到什麼時候 I don't know 不要說我們 叫做開始 台灣這一種 大家要想想 到底十年前去台灣 和今天去台灣 改變有多大呢 十年前去中國 和今天去中國 那個改變有多大 都不要說中國 叫做正常的世界 進步水平 你都沒有得比較 所以這些 泛政治化的地方 是非常畸形的 所以呢 我就說 一個地區 一個國家的市民 不去理政治 或者不需要理政治 是一件好的現象 好了 第二點 我就再想提提 就是 觀眾在文中有提到 他不明白什麼叫做民主 民主選舉 而台灣的確是民主選出 他們的大佬 我覺得 首先 民主選舉 這件事 就是一個陷阱詞語 這一種叫做 票選制度 或者 傾向一人一票的票選制度 因為不是各個國家 都一定是行一人一票的 是絕對同等權利的 不是的 簡單說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不是一人一票 然後統計全國的票數 如果不是特朗普輸掉了 所以呢 民主選舉 或者叫做傾向一人一票的選舉 這個只是一個選舉制度 這件事是不是一件好事 先不說著 中國行的是什麼 中國確實 很少行這種所謂的民主選舉 有的只會是地方官員 那些村長 那麼 高級的官員 絕大部分是行什麼 選拔制度 就是以政績 來決定他可不可以繼續向上流動 就是簡單說 叫做能力 對不對 那麼 最大差異是什麼 現在中國的習近平主席 他做了多久的政治生涯 他管治過多少人口 美國呢 特朗普呢 是沒有從政生涯的 他就是一個商人 商人都算了 烏克蘭來一個演員 你想一下現在TVB 讓你選一個出來做特首 好 就是這種衝擊力 你覺不覺得瘋了 所以選舉制度 這件事裡面 不代表它是體現出民主的 而我特別想說的就是 民主選舉四個字 本身就是 資本主義的國家 簡稱歐美 這些國家 包裝成這個民主選舉 請大家吃 這是一個陷阱 令到你以為 這樣選舉 就叫做有民主 事實上不是 資本主義國家崇尚的 他們的口號叫民主 但實際上不是民主 他們實際上是叫做自由 資本主義國家一直 所追求的是自由 而且 是誰的自由呢 他的口號會說是人民的自由 但事實上呢 資本主義國家成立的核心 是什麼 是資本 那當然是資本的自由 才是他們最大的核心 對不對 那民主 為什麼他們不斷在說的呢 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其實誕生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聯盟裡面 只是那個聯盟消逝了 在一個歷史的過程當中 由社會主義國家所建立的聯盟 和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聯盟 一場激烈的戰爭 主義的戰爭 那麼 社會主義國家輸了 但是他們 提倡的就是民主 當時 民主他們所提倡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地區 或者你自己的國家裡面 你要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這個決定是由一個合理的制度 去追求做得到 盡量大部分人 或可以的就是全部人有益的 或盡可能的是長期有益的 市情況 是不是 是這一種意思 而不是所說的 一人一票 就叫民主 不是 對了 這一個呢 我回答了什麼是民主 和民主選舉 四個字我自己想加插的一些解釋 和恩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看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想分享一下 你自己 在一個生活歷程裡面 對怎樣看國家 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轉變的事件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不同的觀眾 我們下期再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拜拜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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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